一万人中,能有多少人活到八十岁,活到多少岁算长寿,今天堂堂就来告诉你大实话,张奶奶八十一岁了,身体非常硬朗,平常乐呵呵地与人为善,张奶奶自己一个人住在乡下,我们有空的时候会回去看她,天气好的时候她也会来城里住, 但每次父亲都觉得我们回去看张奶奶看得太少,她觉得张奶奶的年纪到这了,没多少时间了,一提到这个事情,我总想跟她呛声,明明张奶奶身体很好,张奶奶对这件事倒是很看得开,她觉得自己已经算长寿了,未来能活多长时间都是赚的,我却觉得到九十岁才算长寿, 到底谁的想法是对的呢? 一,长端力让人长寿的故事反转了,在日常不难发现,有些年纪一样的人展现的状态却完全不一样,主流的答案是认为由遗传基因所致, 但是,有学者在世界各地对长寿老年进行基因研究发现,生活方式可决定人能不能活到八十岁,但基因能决定人是否可以多活二十至三十年,在上了年纪之后,基因的优势更为明显。 那么,人到底是如何变老的呢?我们是否能通过一些手段来延缓衰老的进程? 美国的三位科学家最早发现了端力是生命健康长寿的根本,他们将端力称之为生命时钟,端力越长的人患病死亡率越低,还会对认知能力、皮肤、心肺功能以及骨头的老化产生积极影响。 然而,就在去年,阿曼纽斯团队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报道了一项新发现,指出虽然短端力却会导致健康问题,但过长的端力也有其重大隐患,过长的端力会导致细胞生长失去控制。 但并不是长端力导致细胞生长,而是细胞因此而失去了阻止生长的刹车键,端力越长,在体内积累随机突变的时间就越长。 而其中的一些突变会促进肿瘤的生长,该研究给端力学说的正反面猜想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虽说端力耗损,预示着细胞衰老,个体走向生命终点,但过长的端力不一定就有利于健康长寿,更不要去使用任何旨在延长人端力的方法。 未来人们该如何通过操控端力来让寿命延长,减少疾病发生率,还需要更多的探索。 二、一万人中,能有多少人活到八十岁,有学者曾对国内二十六个省,四百八十二个县城内一万七千五百三十三份年龄六十五岁的老年人样本数据进行了调查,其中包括有百岁老人三千六百六十五位,九十岁以上老人六千多位,是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高龄老人追踪调查。 以此了解到,大部分的老人都有想长寿的期望。 2021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的数据显示,我国人均预期寿命由2020年的77,93岁提高到了2021年的78。 2岁,我国群众能活到80岁的人数,平均可占到同龄人的30%左右。 以北京为例,北京常住人口有2184,3万,其中年龄八十岁的老年人有69,9万人。 换算一下,每一万人中约有320个年龄80岁的老人。 而且,中国疾病预防控的研究人员在柳叶刀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指出, 预计到2035年我国人们的预期寿命将突破80岁大关。 其中,女性要比男性长寿七岁,男女性的预期寿命分别为85,一岁78。 一岁,实际上,长寿并没有一个特定的标准,主要与个人的身体情况以及心态等因素相关。 三,想要获得长寿,不仅仅止需要关注年龄,还需要关注身心健康。 三,一个动作,全面评估你的衰老程度,真的有效吗? 适量运动是延年益寿的正确打开方式。 有很多科学实验研究发现,闭眼单脚站立这个动作或与长寿相关。 做这个动作,时间越长的人预期寿命越长。 实际上,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尚不明确,不能代表单腿站立会促进长寿。 但可以说明平衡力比较好,身体素质比较好,日常不容易摔倒,自然寿命也会长一些。 而且中老年人经常做这个姿势,对健康还是有很大的好处的。 一,预防老年痴呆,单腿站立时可以很好地锻炼大脑协调性,对脑垂体,小脑都能起到不错的锻炼效果,对预防老年痴呆有好处。 二,治疗症,这个姿势可对臀部肌肉带来一定的刺激作用。 过程中可促进肛周的血液循环,对防治痔疮有好处。 三,锻炼身体平衡感。 平衡能力差的老年人在日常更容易摔倒,影响自身的预期寿命。 通过单腿站立这个动作,可很好锻炼身体的平衡感。 长寿与否与生活中的很多细节息息相关。 想要获得长寿要从细节上进行改变,日常要多锻炼,保持良好的习惯。 四,悄悄告诉你,做到这五个五分钟,寿命或延长二十年。 很多人会抱怨自己明明坚持早晚认真刷牙了,为什么还会长蛀牙? 那你想想看,自己每次刷牙刷够三分钟了吗? 有些事不仅要做,还有时间方面的限制,就像下面这五件事, 如果你能把握好五分钟这个界限, 会大大有助于延长寿命。 一,每坐或站一个小时,至少活动五分钟。 你应该知道,久坐不动是很不好的, 不仅容易腰酸背痛,还会影响消化, 使得免疫力下降,记忆力变差, 而且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还会影响到男性的前列腺功能, 危害远远超出你想象, 所以经常久坐不动或者长久站立的人, 要保证至少每小时活动五分钟。 二,热茶热汤至少量五分钟, 不少人喜欢喝滚烫的汤羹或茶水, 尤其是寒冷的冬天, 恨不得立马全都喝下肚。 但这是一个糟糕的习惯, 沏好的热茶和煲好的热汤, 至少量上五分钟, 凉一些再喝, 否则总吃滚烫的食物, 很容易罹患食道癌。 三,每天冥想五分钟, 这主要是为了消解压力。 现代人有形无形中都积累了巨大压力, 一天结束时,上床睡觉前, 冥想五分钟, 把压力和负面情绪赶走后再睡觉, 对身体健康大有弊益。 四,睡醒后赖床五分钟, 这主要是为了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发作。 睡梦中,我们的新陈代谢较慢, 血流速度也慢, 醒来后猛然起床, 会让血压迅速升高, 容易导致心脏病发作、 中风等悲剧。 所以,中老年人早晨醒来后, 再躺五分钟, 给身体一个从静态到动态的过渡时间, 然后再慢慢起床。 五,如厕不超过五分钟, 太多人如厕是带着手机的, 一待就是十多分钟, 甚至半小时。 但你要知道, 排便时肠道承受的压力极大, 如果你如厕时间经常超过五分钟, 对肠道健康极其不利, 而且老年人还可能诱发心梗脑梗等。 有些人认为人的寿命再生下来的时候, 先天就已经定好了, 即基因决定寿命。 其实,基因虽然重要, 可并非最终决定因素, 现代人发现很多好习惯可以延年益寿, 那么,到底是哪些习惯可以延长我们的寿命呢? 五,长寿者通常有以下几个习惯。 一,喜欢笑, 正所谓笑一笑, 十年少, 笑不仅我们人类独有的表情, 他还能运动全身, 放松肌肉, 改善血液循环, 降低高血压和增强免疫力。 二,经常亲近大自然和运动, 有学者研究发现, 经常接触自然界的人更少生气, 抑郁和紧张。 户外散步和骑自行车等低强度有氧运动 可降低心脏病风险。 快走, 钓鱼, 划船和种花种菜等都是很好的户外运动方式。 三, 早餐常吃穀物。 老年人若在早晨吃一份 符合膳食纤维的谷物食品, 可使血糖在一整天内保持平稳的状态, 并可降低患糖尿病的几率, 延缓机体老化的速度。 需要注意的是, 这里所说的谷物食品并不是纸精米白面, 而是指没有经过精加工的稻米, 小麦, 玉米, 小米, 燕麦, 大麦, 黑麦, 高粱和蕎麦等谷物。 四, 喜欢听音乐。 有学者表示, 听音乐有助于缓解焦虑, 帮助睡眠, 增强记忆, 还能促进伤口愈合, 降低与压力有关的应激激素, 皮质醇水平, 从而增强免疫力。 对老人来说, 每天听音乐, 还可以降低血压, 缓解关节炎, 疼痛和加速中风后康复, 甚至能抑制认知障碍症的病情发展。 五, 喜欢喝茶。 健康学家研究发现, 茶里含有预防疾病和老化的抗氧化物质。 喝茶的人不仅寿命较长, 也比较不容易得肺炎和中风, 多喝茶还可降低胆固醇和高血压。 喝茶的好习惯不仅使中国人受益, 据说英国的百岁寿星中有近百分之七十的人有喝茶习惯。 六, 生活规律, 不熬夜。 很多长寿老人一般在晚上八、 九点入睡、 早上六、 七点起床, 然后做体力活动。 这些长寿老人喜欢运动, 饮食合理, 生活规律, 心胸开阔。 乐观向上, 远离不良嗜好如吸烟, 酗酒。 他们以自身的实践告诉我们, 长寿并不是很难, 只是需要坚持良好的生活习惯罢了。 六, 如何最有效地延长自己的寿命? 首先是心态, 自古长寿的人都不操闲心, 不管闲事, 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 保持心如止水, 不争强好胜, 努力使心理保持平衡, 再者就是运动。 生命在于运动, 运动不仅能使我们的身体保持一个稳定的健康状态, 促进身体的新陈代谢, 更能提高我们的反应能力和免疫力。 而且运动在心血管疾病, 脑促重和其他非传染性疾病的预防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还有饮食, 以清淡为主, 多吃蔬菜, 水果, 粮食以杂粮, 粗粮为好, 适量吃豆制品, 乃制品, 野菜, 不偏食, 每餐不过饱, 脂肪类食物, 糖, 盐则应尽量少吃, 最后是良好的生活习惯, 早睡早起, 戒烟陷酒, 劳逸结合, 古人云, 自尽其心严寿命, 无求于物长精神, 大意识说, 心平气和就能长寿, 不贪求外物就会精神健忘, 把自己的心静下来, 做到心平气和, 说说容易, 做起来实际很难, 人如果能心静如水, 则万物不侵, 综上所述, 长寿者往往并非仅仅靠基因强大, 日常生活中的好习惯也是重要原因, 其中, 第一位的竟然是性格好, 心情好, 经常笑, 亲爱的朋友们, 你有经常大笑一声吗?